你跟探望新南岛重要的观光选丽节 教你是去应大部的UK 微镜来和观光的领导也会当担当酒店的地区发展 任何策北区要接高通部进步处都全宴博 你跟探望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都感兴趣 以及最理向都也面说顶顶人 建言你跟探望最理拦车整个讨论 既然就由交通的创临提心库业的观光 由于探望的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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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委员打造车车的建设可以真好 其实铁路线来创临到某团队和风景区 因此是邀请交通部上官团委 共同来到这里会车站 讨论各种可行性的变故 我本来是安生美的因为 我们就来这个情状的报告 设断设计的情况 这一段报酬都会塞死掉 所以有整个标准我们宅舍 我心里面说我们要保险的事情 当居立 拜托要把我们的资料都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有公司 在我们的资料处处 来做一个这么多危险 现在我们的资料处处 相機的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那有些人有資料 我們可以來實施服務所 在這個水域在那什麼地方 劉柴伯博表示 無論是政府經驗 還是交由民間企業經驗 都會選擇對地方最有利的風險 假設要做 它就牽涉到誰來做 到底是政府來做 政府經營 還是政府做了 交給民間經營 就是OT 還是一開始就真的是 是促餐BOT 還是有特定條件的BOO 我覺得這個在目前的規劃階段 都要納入評估 然後才會來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方式 都要來正面的來面對 那唯一有一關一關的難題 一關一關的突破 攬車才會成為我們鐵道觀光的 最後一滴路一定要完成 我想今天次長也親自都下來 他也指示了說 我們不一定要局促過去的思維 因為過去確實有一些困難點 那我們能不能突破 那我想該環評就環評 該談原機法的問題 我們也都要面對 那當然或許在面對這些議題 會需要在更多的時間去溝通 那我們日晚會盡量盡速來完成 在離鄉我們的攬車站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在我們的美女堂來做一個評估 希望我們在這個攬車站 可以較近來跟它做一個完成 可以在我們的魚池的向山 跟這個攬車拖到我們的規劃來 跟我們的水利的部分 可以跟我們一起談的遊客 帶動我們的水利的這個部分 劉柴伯夫也強調 因為建設的攬車需要占對掃走 團統燃業 環境影響 因運動控定問題來進行賓國 但那些的當行案 就由攬車串連一日鐵路線 跟一堆棠觀光區 水利境界的當有更好的觀光發展 記者給文宣傳方報道